大家好,欢迎回到一瓶堂 我们今天来看一场长角级年的对决 这是在广州举行的一场长角比赛 视频中两位选手的打法都是有点特殊 同时美女她正手是长角,反手是反角 不过她在正手发球的时候是先用反角去发球 反弯球后再把把面倒过来 美女她是华南理工大学的高水平运动员 虽然她也是有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 美女开局是拿了5比0的领先 感觉对手还是不怎么适应她们的这个长角打法 而美女的对手也是一个长角的小伙 小伙她好像是那边的角皮是长角 也是那边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防角 虽然她们两个人都是一面长角一面防角 但是她们的打法是有一定的区别 小伙的正手是她的一个主要的反手段 她的正手是使用的防角 她防守的长角更多是为正手的进攻冲造机会 小伙她是属于这种长角导绑打法 她这种打法的旋转迷惑性更强 因为她在几球中是不动变换版面的 对这场长角之间的对决有什么看法呢 还在市民下方流人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美女这个长角使用得很娴熟如唱 她的正手也是可以用长角去排挤 美女是以其比其能下的第一局 我们可以看到小伙防强球立即调整了反形 用反强衔解雷反正手的暴虫 面对小伙牢怪的狐行球美女是用长角磕了回去 她这种磕怪的球循装很成不往前走 这一局小伙的进攻是反的吸力 现在拿了7比2的领先 小伙的这种暴虫弧群对美女的威胁是很大 让美女的长角尾点借不上力 我们可以看到美女的正手进攻的一项挑的动作 打过去的球几乎是没什么弧线而且弱点很雕装 现在的小伙是拿了第二局9比5的领先 这一局小伙是从中打的正手防角的一个速度和旋转优势 特别是她的一个正手暴虫给美女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前两局中双人士打三的大比分一比一平 因为这是一场三局两胜的比赛 双人比赛已经拿到了决胜局 在决胜局的开局 美女在回首轮上是调动了小伙的这首位大脚 开局与比赛6号的小伙是叫了一个暂停 看能不能够迅速调整回来呢 以她们两个的水平在越野平方球界中都是搞主的存在了 特别是她们这种长脚的特殊打法会让很多选手很不习惯 美女虽然是直板打法 但是她的防守进攻也是非常的犀利 经常可以起到一个改变比赛节奏的作用 美女在九顺局现在是7比4领先 她们两个呢正手一个是防脚进攻一个是长脚进攻 可以说是各有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美女这个防御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这个进攻质量已经是反倒了干涉会来防了未来 从我们的一个罚球都是以长球为主 而且都是这种别靠底线的急长球 可以让对手的地板成脚打度出太高的质量 最后是美女大部分2比1下了第3